九大园区 哪几个园区的进度可能会最快 是我们现在古坑的农业产业园区 那也是我这九大产业园区当中比较快速的 现在大概就可以进入比较实质的一个西部的规划 那我们大概会如期的来做一些开工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 因为这个农业大县在产销失垢的同时 非常需要有一个农业加工区 而且它本身的地位是各方面条件是非常优质的 我们结合智慧科技发展观光休闲 最重要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在这里的生活品质跟机能也能够提升 我们在三年前就已经超过六都当中 我们就已经开始有go share了 那甚至今年度我们开始又有电动的自行车 还有智慧自行车 然后明年的六月就到120个站就变成有900台 大概我们透过我们各个交通要道 交通的点还有学校的点还有景点 通通串联起来 所以我想云林现在打造生活机能方面 我们也急进在努力 而且我们开发了非常多的观光景点 现在在做很多的产业园区的一些规划 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来云林 创造更多的机会 甚至于带动云林的产业的翻转 这个电动车的一个产业 最重要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优质的大学 云林科技大学 尤其云林科技大学在电动车产业方面 它整个的科系是相当的完整 我想这个整个一连串的产业 当然目前来讲还是以整个研发设计 还有测试为主 未来我们慢慢引进制造产业进来 真正落实在整个劳工进驻就业机会 学校主要的一个阶段还是 我们的角色的功能还是在人才培育跟研发 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研发测试的厂域的建制 我们一方面可以培养人才 一方面也可以协助我们这些要翻转的企业 提供最及时的这样的一个测试跟研发的需求 那我们云科大也成立了这个 高龄智慧健康促进示范中心 这个将来会跟我们的电动车的产业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互动吗 我们在社区的这些高龄长辈 我们提供一个同样是一个精准化的 健康促进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成果 那我们把这样的研发成果去推广到社区 那我们也跟县政府一起合作 把这样一个健康促进 高龄健康促进的这样一个program 推广到云云各地的乡镇跟社区去 我们透过跟云科大的合作 还有跟我们在地的这些医院的合作 那透过这样的健身俱乐部 让我们的长辈有训练他的激励耐力 我想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包括我们这个富康巴士 富康巴士我们应该是全国唯一透过LINE的系统 你可以非常清楚掌控我现在的富康巴士到哪里 我们透过一个监视的系统 让我们每一个需要的长辈 还是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都非常有尊严 那我们当然逐步的来建构 这样一个能够透过AI智慧的一个 长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将来我们成为这个电动车大限 不管是制造使用 那会有很多的这个充电站的设置 我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本来就预定了 在斗南交流道特定区 这个地方做一个充电站 就是让南来北往所有开电动车的人 他都能够充分的运用来使用这个基地 我想未来如果是一个电动车产业的 一个时代来临的时候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必备的一个条件 谢谢县长 也谢谢书副校长 那非常期待我们的这个九大产月园区 翻转我们这个云林 让云林成为一个宜居的一个 高龄健康的运动城市